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西西,我是一个半调子非专业YouTuber 我这里没有什么一本正经的滑服啊,道具啊,或者是这个视频制作里面有一些咚咚咚的特效都没有 我就是非常朴实的我 那如果你喜欢我这种风格呢,就一定请大家给我点个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是关于染头发,你可以看到我把头发染了 那我这个染的是自己做的,就是自己染的,我买了一个染发膏 所以接下来你看到那个视频呢,就是整个我是如何使用这个染发膏的过程 如果你喜欢呢,就请看下去,然后呢,不要忘记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今天呢,是顶着一个大素颜 我不是要做什么这个面膜的测评,那实际上呢,我是想做一个 染发产品的一个测评,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使用情况 那这个我手头拿的这个呢,是花王的这个泡沫染发剂 这个呢,其实我是在亚米上面买的 那我上次还拍了一个亚米的这个开箱视频 那链接呢,在这个下面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在亚米上都买了什么东西 好,那首先看一下这个盒子 上面写的是黑发用 就是说如果它这个产品是针对这个黑色头发想要染别的颜色 如果你是觉得自己有白发 然后想用这个来盖白发应该是盖不掉的 嗯,接下来呢,它旁边这个侧面 它有一个这个颜色示意图 这个写的是使用前 然后这两种都是这个使用后的一个情况 那这两种呢,可能就是对应了你本身的发色 如果你本身发色比较深的话 可能就是会偏这个颜色 如果你本身发色比较浅的话 就是偏这个颜色 我猜的,因为它其实上面都是日文 我也看不懂 嗯,对,然后它下面呢,还有一个色阶 然后有对应的不同的 这里是偏红,然后到那边就是偏绿 那我买的这个产品呢,它是在这个位置 它写的是本品,本品在这里 好,那么这版面是它一个英文的翻译 我也不准备仔细看了 嗯,这个背面是一个它的使用说明 好,那我把它开开看一下 这应该是一个这个泡沫的脊嘴 然后这是一瓶 然后这里还有一瓶小的 然后这里面有 这可能是你做完头发之后的护发素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里有一包不知道是什么 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两个东西 打开看一下 所以这是一大张使用说明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超大 然后,嗯,可以看 对,它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把两瓶溶液混合 然后呢,嗯,把它混在一起之后 挤压出来 涂到头发上就是可以了 好,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嗯,OK,好像还有一副手套 这可能是让你方便涂头发的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要不就开始吧 没有什么好多讲的 这个实践出真知 啊,然后这个这个 做这个东西呢,最好是换一件 你不想要的衣服 或者说,不是不想要 就是不太重要的衣服 就算弄到一些这个 染料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呢,我就换了一件 颜色比较深的一件 睡,睡觉穿的T恤衫 OK,所以呢,我来 啊,严格的按照它上面的步骤 好,第一步 第一步,它说把这个 这瓶大的,这叫二叶 然后打开 诶,还蛮难打的 OK 闻起来 嗯,还好没有很刺别的味道 然后呢 这瓶是一叶,就是一号 你把它打开 这个也还好,也没有闻起来 非常的刺别 然后把这个一叶倒到这个二叶里面去 然后全部倒进去了之后呢 把原来这个盖子盖上 盖上之后 拧紧哈 拧紧了之后呢 嗯,它就是这样翻转 翻转五次 那我们来试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好,那理论上我已经 按照它这个说法 已经把它翻转好了 然后它说静止摇 就是,你不要这样子摇 就是这样翻转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 它说把这个盖子拿下来 然后换上这一支 换上这一支 可以 嗯,有一个压嘴 可以可以 有一个 CUT 应该就是民警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据说你挤压它就会出泡沫 我先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 嗯,我把手套先戴起来 好,那我们看一下好 是不是这样 诶,真的诶 我天呐 我其实不应该这么吃惊的 因为我以前用过这个产品 呃,但是时隔一年了嘛 就是有一点点久了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步骤 应该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挤出来 然后涂抹到我的头发上 然后把它这个抹匀就可以了 呃,你头发这个不需要洗 就是你涂的时候头发是干的状态 就是可以了 就不需要说你去把它那个弄湿 或者是怎么样 对 然后 目前它就在这边 非常的狼狈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尽量把 呃,头发涂匀 把这些泡沫在你的头发上面抹得比较均匀 我天呐,我弄到了自己的脸上 我把它擦掉 嗯,我还弄到了地板上 应该不要紧吧 其实实际上还是应该 嗯,小心一点的 我刚刚带了一件蠢式 我尝试用这个手去把额头上的这些泡沫抹掉 没想到我手套上其实有更多的泡沫 然后现在就是越抹越糟 然后其实你看到就是目前来看的话 这一些我的头发已经全部都 嗯,被这个泡沫的作用已经贴住了 就是,嗯,应该来讲 这个量应该已经很足了 那为了保证说你的所有的这个 嗯,头发都能够被这个泡沫覆盖呢 就是建议尽量多做一些这样子的抓 对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手指伸到这个头发 里面就是比较里面的地方 不是表层,就是够不到的地方 可以多多次抓一抓 嗯,然后顺便说一下 这个泡沫如果碰到眼睛周围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刺眼的 嗯,我还好还没有弄到眼睛里面 但是我感觉它在我的这个眼睛边上 就是有一些刺的感觉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现在眼睛里面还剩一半的样子 所以,像我这个长度的头发 感觉半平就够了 但是呢,这个东西又不是说 嗯,你可以下次再用 所以呢,如果不把它全部涂上去呢 就会浪费 那我就不管了 我觉得能涂多少涂多少吧 其实我感觉已经涂得差不多了 好,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了 我不能再往上继续涂了 你看一下,我可能后面涂得不是很好 拽一圈看一下 嗯,好,然后呢 就是根据这个说明书呢 它是说要静置二十到三十分钟 然后静置了之后呢 就是用正常的这个 洗头的顺序把它洗掉就可以了 嗯,好,然后呢 对,我现在已经把手套摘了 所以我肯定不会再继续涂了 那这个图片上,你看它可以涂得像这么好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DIY可能 不能像它这么好吧 但是anyway,希望效果还是ok的 至少我上一次使用 效果是绝对还是不错的 嗯,我把这个地方擦掉 然后另外说一下这个,呃,上头的这个使用感 有一些刺痛感 你感觉到你的这个头皮的地方有一些刺痛感 嗯,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还好 因为我之前每次去理发店 染头也是会感觉到 这个头皮有刺痛感 嗯,对 然后这个泡沫呢 我觉得如果你弄到头上 应该要尽快把它擦掉 因为我刚才现在用这个白的纸擦了一下 你看到其实这个泡沫是黑色的 所以,呃,应该是不建议 在皮肤上面停留的 我好像,我好像这个地方也有一些 把它擦掉 ok 好,那我先休息20到30分钟 然后我们一会儿见 20,20分钟还有25分钟过去了 那我现在呢,这个,呃,头上的泡沫是这样一个状态 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现在我要准备把它洗掉了 然后,呃,这什么 这好像是泡沫在皮肤上留下的一个痕迹 不知道洗不洗得掉 我去把它洗掉 我把我整个头洗掉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 洗完之后湿的头发的颜色 然后我再会把它吹干 然后看一下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好,那么一会儿见 好,那么我现在就是差不多就是洗好的 呃,刚洗完的这个状态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是明显的有这个黄 有这个黄的成分在的 那我现在呢,就准备把它去吹干 然后吹干之后 我觉得颜色会更明显一点 好,现在呢,大概差不多吹了一个 呃,八成干吧 应该可以能看到这个颜色是有的 然后,呃,还是 其实不是很明显 就是没有我想的那么明显 但是呢,你还是可以看到它是 呃,这是什么颜色 就是 棕色 呃,然后再看一下 它的这个其实均匀程度 里面的头发 其实还蛮均匀的 就是没有说 呃,染的好像一簇有 一簇没有这样子 基本上都染到了 然后因为我现在这边是室内光线的关系 所以呢,就是 不是 不能看得很明显 我觉得可能阳光下面会更明显吧 我明天 呃,到太阳底下再拍一张照片看一下 对,然后现在我没有把它全部吹干 我觉得全部吹干 对头发不是很好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反面 其实我自己都没有看到反面什么样子 呃,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然后 呃, 看 八分干的样子 看一下颜色 OK,然后呢 今天这个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 然后我用的是这一款 呃,花王泡沫解面 呃,不不不不 我用的是这一款 呃,花王泡沫染发膏 那如果你也想去试一下的话呢 就可以去 呃,亚米上面有 然后我觉得 亚马逊上应该也有吧 然后有一些这个日本超市应该是有的 呃,有一些中国超市 我不知道有没有 呃,这个还蛮好用的 它的好用的地方就是说 呃,因为它是泡沫的嘛 它不会流的到处都是 所以呢,也相对来讲 如果你一个人在家操作的话呢 也是比较容易的 它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选 我觉得没有哪个颜色会特别难看 所以,呃,我基本上每次也都是盲选的 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颜色其实还可以 嗯 呃,呃 呦 那我就先见吧 bye